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委会促庆准候选人 在提名日早上九点到十点之间提交提名表格 哗啦登加楼绕道 今天正式开通 预计可汇集七万民众 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提名制倒数四天 各政党的意识分配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有消息指出 原人格迪力国会议员 dan Sri Anul Musa不在国阵的后选人名单内 对此 Anul Musa促请各方不要做出任何猜测 后选人的事业交由不同领导曾决定 因为 Parti有 sistem 所以我们不想多做 spekulasi 让这些行动 我们把 Parti的交由 我们把 Parti的交由 尤其是传统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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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无论如何 巫统将在今晚宣布 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候选人名单 选委会指出 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以及沙巴布加亚州议席补选的提名表格 可以在五号 也就是这一个星期六 早上九点到十点之间提交 候选人 提名人 以及副议人 需要在所规定的二百二十二间提名中心 将表格提交给选举官 选委会发文告指出 为了确保提名程序顺利进行 选委会促请即将提名的候选人 在提名日之前填写相关表格 并在选举办公室或选举官的办公室查核资料 准候选人也受促在提交表格时 携带货准使用的党会批准信 同时提交交付案柜金 以及在提名日当天携带书据作为付款证明 提名日当天只有护选人 提名人 以及副议人迫准进入提名中心 而护送护选人的民众或支持者 则禁止在提名中心50公尺范围内 等候或逗留 此外 选委会呼吁所有护选人和相关政党 在提名日当天遵守法律和条规 包括警方 水委会以及地方政府所发出的指示 本期大选的提名日落在本月5号 军警以及配偶的提早投票日是在15号 正式投票日落在19号 为了提高国人的住业机会 人力资源部分别在霹雳和水兰额举办三场 大马一家住业保障职业加年华 以提供高达1万6千个工作机会 寻货工作的求职者还可以获得500令吉的援助金 涉嫌机构发文告指出 霹雳州的职业江年华将在明天拉开序幕 有关单位与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展开合作 提供超过4千份工作机会 至于水兰额则是会在3号 分别在关拉水兰额伊大厦和呼噜水兰额 巴东加里拿多阿多哈密礼堂举行 分别提供5千和6千份工作 另外MyFutureJobs是一个提供超过 29万3千个住业机会的网上平台 有益出职者可以在相关网站注册 抗通胀圣战特工队主席丹斯里安德穆萨指出 看守政府同意为A级、B级和C级鸡蛋 提供额外补贴 从每颗8线调升至10线 确保零售定价保持不便 安德穆萨指出 截至今年9月 政府已经批准12亿令吉的拨款 用来补助肉鸡和鸡蛋 以控制市场上肉鸡和鸡蛋的价格 他指出 随着补贴增加 今年10月到12月的肉鸡和鸡蛋补贴预计耗资6亿令吉 这项额外补贴措施 确保市场上的鸡蛋供应更加稳定 早前因为各种技术问题而单格的关拉登加楼绕道计划已经竣工 并在今天正式开放给民众使用 预计这将节省行车距离和时间 其中关单往返割打八度的车程可以节省半小时 这项工程在2016年动工 之后因为各种技术问题 包括地住 不满补偿金数额等 而被迫暂时搁置 未来的孤独 未来的行政工 提供对于这项工程当中 兼项工程重新增长 广东绕道计划 原本耗资二亿五千万令吉 随后因为土地收购成本上涨 而增加三倍至三亿八千四百三十万令吉 刮灯绕道完工后可以疏导交通 道路使用者无需进入关拉登下楼市区 进而减少市区的交通堵塞 让七万名民众 尤其是五级误杀新镇的民众受贿 同时带动关拉登下楼的经济成长 从关拉一拜的杜莫罗 前往甘榜都联布荣的关拉绕道 有四条车道 全程5.87步公里长 巴达林在野市政厅总部腹部柜台 早前进行装修工程 以便让民众享有更舒适的环境 有关腹部柜台今天起重新饮运 同时增设新的设施 包括为残疾人士提供特别腹部柜台 除了为残疾和德林人士 以及孕妇提供特别腹部柜台之外 巴达林在野市政厅 也新增自助腹部和德莱斯柜台 营业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网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马来语大词典 因收入超过十二万条马来文词汇 被教育部誉为国家解除财产 该词典也是全球首本采用国家语文局 语调库和互联网数据的马来词典 教育部看守部长达多摩玛拉西表示 随着语言知识的迅速发展 加上当前的交流需求 如今马来语已经出现了许多新词汇 而这一本词典就收录了这些特定术语 方言词以及礼语等 他形容KAMUS Taiwan Perdana是更完整 更权威和最新的通用词典 能够满足马来语使用者的需求 他是在出席 KAMUS Taiwan Perdana推荐里至此时这么指出 Zither Harp Hanimal Perdana推荐里至此时 Hanimal Perdana推荐里至此时 是许多新的世界 这个注射者的明星 的服务目 和第1部令人 可放松 亚直地大道发生意气夺命车户 一辆轿车在靠近五级直落洞收费站路段失控 撞向路边的富栏后起伏燃烧 轿车司机葬身湖海 沙岸南景区主任网马一爸助理总监发报告指出 警方今天凌晨1点15分接破投报 至亚直地大道第3.6公里处发生意气车户 消整局立即出动8名人员 一辆消防车以及一辆水槽车前往现场展开助援 初步调查轿车是因为失控撞上富栏后起火燃烧 车内司机疑似来不及逃生而被烧死 警方援引一主八青年多路交通法令第41条第一款展开调查 至于死者遗体目前已经送往沙岸南医院解剖 确认死烟和身份 由于死者身份不明 因此警方还在寻找死者家属 目击者或知情者可以联系警方提供车破线素 协助办案 在吉隆坡新街厂大道同样发生交通事故 一辆轿车疑似失控撞向路障后冲下血坡 导致26岁女司机当场病命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车祸起因 吉隆坡消整局长诺丁发文告指出 消整局今早9点04分接到头报 至新街厂大道进入郊外领前的路段 发生一起车祸 消整人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一辆第二国产车在路旁的血坡下 轿车右侧有明显的撞回痕迹 事不跌消整局随后调派八名消整人员 一辆消防车以及一辆紧急医疗员 坐腹部消整车前往现场住院 诺丁透度 消整人员在车内发现一名26岁女司机 医副人员到场检查后 证实女司机已经死亡 目前死者遗体已经交由警方 做进一步跟进 至于事故起因则有待调查 霹雳市兆远一座工业区 昨天发生起重击坍塌意外 造成两个人重伤不治 霹雳州总警长 Datomama Yusri证实 这一期意外事故没有涉及刑事成分 因此警方将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 Muhammad Yusri表示 曼容警察总部 昨天下午接破这一期事故头报 只有三名男子被起重击押住 其中两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manakala seorang lelaki berumur 34 tahun yang juga berasal di Sabah mengalami kecerahan iaitu patah kaki kanan dan telah dihantar ke Hospital Sri Manjung untuk rawatan lanjut setakat ini hasil setan pihak polis mendepati tidak terdapat sebarang unsur jenayah dalam kejadian tersebut dan kes diklasifikasikan sebagai sudden death report 初步调查 事发前 共有四名男子在事故现场 其中三人从高处坠落 造成二死一伤的悲剧 另外一人则是没有生命大爱 校政局透露 三名男子都是来自 Sabah 不过真实身份 还有待警方鉴定 死者遗体已经交给警方 采取进一步行动 而伤者则是送往医院治疗 霹雷州总警长达 穆罕尔玛尔斯利 证实 雾边靠近霹雷乡区转型中心附近 出现33桶被丢弃的化学部 环境局已经展开调查 必要时警方将介入逮捕嫌犯 罕尔玛尔斯利表示 这些化学部属于减转物质 并可以河水产生化学作用 载便应急部队随后取出桶内的液体样本做鉴定 并使用泥沙将已经外泄的液体遮盖起来 警方也在涉及范围拉起警戒线 以免民众进入该区 罗佛速毒组日前倒破疫期毒品滥用活动 成功逮捕18名写犯并且起祸害洛因 另外 鉴于贩毒活动在后疫情时期呈上升趋势 东盟成员国在第43届东盟禁毒事故高官会议中 探讨禁毒课题 尤其涉及金三角地区的贩毒活动 本征警区主任妈妈说废指出 执法人员与国家反毒机构携手合作 在中内6个地区展开长达12小时的突击行动 共逮捕18名年龄介于25岁到26岁的险犯 警方援领一周二年危险毒品法令展开调查 另一方面 第43届东盟禁毒事故高官会议 10月31号起在首都吉隆坡展开直到星期五 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的高级官员都有出席会议 并讨论有关禁毒的课题 包括禁毒政策 内政部秘书长达杜斯里·王阿玛指出 会议也针对疫情期间吸毒率上升的趋势进行讨论 十来越民毒毒遭遇豪雨袭击导致数个低洼地区发生闪电水灾 由于涉及的灾区几乎汪洋一片 因此当地77名灾利被撤离到临时疏散中心避难 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发文告指出 受影响地区包括甘榜克文丁、甘榜亚夏基林、德萨达麦、甘榜巴鲁和布格欧让 这些地区昨晚遭遇数小时的强降雨 并在晚上8点开始被大水淹没 由于水位迅速上涨 77名来自25部家庭的灾地 已经被疏散到临时疏散中心 目前明独度和石屋其他重点灾区的监测工作还在进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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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通胀下 美国油价不断上涨 导致消费者承受更大的经济开销 美国总统拜登斥责石油公司 在俄乌冲突中发赞争彩 因此要求业者利用利润协助人民 降低能源费的开支以及增加生产 否则将会征收暴利税 随着美国两家石油公司 埃克森美福以及雪佛龙日前公布 今年第三季录得破纪录的利润 这也反映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 原油价格暴涨 让石油业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如何拜登强调白宫将和国会共事 探讨相关事宜以防止石油公司发战争财 同时基于美元走高 国际油价已在星期一回落 但总体而言 10月份的油价依旧有所上涨 截至10月31号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舍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7美元 收债每桶86.53美元 跌幅为1.56% 此外基于美元全线上涨 预期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时 将再次大幅加息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决定11月减产 以提升石油公司的利润 俄罗斯总统普丁31号 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以及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 举行三方会谈 并针对纳卡地区爆发的军事冲突 进行磋商 普丁表示 俄罗斯将吉利确保三方达成 最终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普丁在会谈结束后表示 本次会谈顺利进行 三国领导人针对部分问题达成共识 并创造了良好氛围 至于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 俄罗斯将近一切努力 确保达成最终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联合声明中指出 各方重申及遵循早前达成的共识 以促进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关系 全面正常化 同时确保地区和平 稳定 安全 和可持续经济发展 此外 各方还一致同意 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互威胁 苏联解体后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因为纳卡地区归属问题 而爆发冲突 并在1994年达成全面停抚协议 2020年9月 两国因为纳卡地区的问题 再度爆发冲突 同年11月 俄罗斯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三国领导人签署声明 宣布纳卡地区从莫斯科时间 10号起全面停抚 联合国50个会员国 日前签署了一份 在联合国辩论期间宣读的声明 谴责中国新疆地区严重和系统性 侵犯人权的行为 并敦促中国落实人权高装办 评估的建议 这份由加拿大在联合国第三委员会 辩论期间宣读的声明指出 联合国严正关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特别是对新疆维吾尔人 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 持续侵犯人权行为 相关人权事务由联合国的第三委员会负责 至于50个签署该声明的国家 则包括美国 英国 日本 法国及澳洲等 他们要求中国迅速采取措施 释放所有在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个人 并紧急说明失踪者的安全情况可下落 以及协助失散的家庭团聚 据了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8月发布了一份新疆问题报告 报告中立举了在中国偏远西部的地区 可能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犯下的危害人权罪 对此北京否认有关指控 声称中国在新疆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 符合国家法治精神和要求 并确保新疆改革发展稳定 美国纽约日前举办一场规模最大的 村庄万圣节游行 当地民众打扮成各种有趣的鬼怪 聚集曼哈顿中心的街道 新闻的尾声一起隔空感受当地的万圣节气氛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